臺灣的氣候 加上白湯海的問題 和一些本土的橋是很難照顧 專家說 只要依照的橋外 就像有時候的橋拍拔囉 也辦法自己慢慢的開好健康 映島市的金布 未來可以看出 分組的頂端和藝殼的庫路 研究議員說 這張原本是正在路邊的漆棟手 最後因為白湯海刷死去 原因是金布真相親嗎 那當我們種樹的時候 原來它的根只有到這個高度 現在把它種更深的時候 下面原來的根就自息死亡 因為下坂的金布 去收不到營養群 像我自己又生出頂端的金布 不過抵抗立比差 沒有抵抗白湯海 另外這張行動手 樹幹出現跨順 用讓單位自己收報 連動作為 像我自己的療癒忍力 讓樹幹往外撲出來 把樹幹裡面開去 不過另外看看這個梗起來的主幹 酒品的祖籍將將跨順的部分包起來 證明秋葉可以阻撲醫療 尚部專家表示 應該依照著秋葉成長的地形 讓秋葉跟人可以互害上處 我們現在是要回歸到自然 把樹本身的能力 把它給 把它激發出來 然後從根部 我們講人要種根本 樹最重要的是根本 那包括是我們的修剪 不要再做錯誤的修剪 在這裡依照秋葉的地形之間 秋葉收三星的繪材 不可以成為整體技術 也可以成為有機營養分的來源 也夠的面子 在這裡好好利用 主人的搜查之外 也會跟其外的相處和活動 還是跟主人相處的方法 在這裡台中綜合報導